面對問題把它蹭過去 我還是那一句話 我相信台灣的國民數字 因為從這個數字上看起來 我們至少在台北市 不敢說它控制 但是它沒有一直蔓延開來 他說我們再蹭一個禮拜 看看能不能讓它壓下來 好 最後一題 專責醫院就是和平醫院 日前所有醫護遭回進行PCR檢測 至今醫護PCR報告尚未完全出爐 有第一線的醫護反映至今 每被告知檢查結果 還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這些未被通知檢驗結果醫護 還要回醫院繼續執行嗎 這些問題其實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兩三天前發生的故事 確實這個也是就甘心 知道說其實我們前線的同仁 他們每天碰到面也不會講他們有多辛苦 可是光是一個所謂的法傳通報 也就是說我們感染控制的護理同仁 要把每一筆資料 Key進電腦系統裡面去 那以前登革人了不起幾十例 現在呢我今天看我們聯合醫院總共通報的數量 連我自己都嚇一跳叫做一萬三千例 這是瞬間爆這麼大的量 所以同仁有一天呢 大概一個禮拜前左右 就跟感控護理同仁 沙啞的聲音話都講不清楚 我們就已經注意到事態中大 那中間當然很多是過去系統啊等等的問題 人力的問題 瞬間累加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幾天中間呢 都盡量克服了各種法規技術 以及各種人力的問題 所以呢 現在已經都清乾淨了 那麼現在發生的問題 只要任何人說 事實上剛才署裡頭有一位長官說 你們這個類似這樣的案例怎麼還在不知道 我們兩分鐘後就把答案回給他 那已經都解決了 所以謝謝各界的關心 再度麻煩各位給我們這些一線 那麼做這個感控 以及這個行政工作 甚至這個醫療工作的同仁 多多一些鼓勵 謝謝 好 最後市長您後兩天就是週末了 您有什麼話想跟市民朋友訴說 或是呼籲的嗎 除非必要 留在家裡 這個必要 我們看見這是台北市政府 目前最新的記者會 剛柯市長也特別強調了 第一波發現的是阿公店茶藝館 但是目前所公布天天破百的這一波 其實多數是母親節的聚餐 因此他也拜託呼籲大家 週休假日先留在家裡 不要增加主機移動 也不要再到餐廳去了 謝謝 謝謝